这种菜以前在台湾好像也是拿来喂猪的 以前地瓜叶也是喂猪的 现在大家也都抢着吃地瓜叶 为什么猪吃的东西都比较有营养呢 猪比人还懂得吃 嗨大家好我是想想 今天晚上要请我的公婆下来吃饭 然后前两天我的老公去菜市场 买了一个我才吃过第二次的菜 这个菜我觉得很好吃 它的名字呢叫做猪母奶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呀 看一看它长这个样子 吃起来的口感很像豆苗 有点脆脆的 但是同时又有一点滑滑的口感 很像那个叫什么木耳菜的那种口感 两者合在一起 蛮好吃的哦 那我老公这次买的呢 那个老板说太晚拔这个猪母奶了 然后呢它的根就有点粗 就说这个比较粗的根就不要吃 可是我这样折起来觉得它还是蛮嫩的 应该也是可以吃的 嗯 跟你们说一个很搞笑的事情 就是昨天吧 我老公打电话给我公婆 说要叫他们下来一起吃饭 然后呢就被我的公婆给拒绝了 然后今天轮到我的儿子去打电话 他说阿公阿嬷下来吃晚餐哦 今天要请你们吃晚餐 我那个我公婆恶话没说就就答应了 公婆很好相处 常常请不动他们的时候 就会让家里的小宝贝去请 成功率百分百 现在把这个菜折一折 晚上就可以吃啦 这个好像也叫什么 马什么菜 忘记了上网查一下才知道 马线尺吗 忘记了 叮叮 猪母奶 这样一大袋 只要好像我老公说只要二三十块钱 台湾真的很好 我老公说这一袋其实是免费的 因为上次我老公跟老板问有没有这个菜 老板说要第二天才有 然后到了第二天我老公去菜市场 那个老板就说回家跟阿孙玩 然后忘记去拔这个菜 所以我老公第二次去的时候就没有拿到这个菜 第三天去吧 然后那个老板就说免费送你免费送你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老板 今天晚上要多煮一点菜哦 我在拍影片呀 我切苦瓜的方式有点特别 切得薄薄的 吃起来脆脆的 把苦瓜切薄一点 然后这个就不要把它切掉 这样苦瓜就不会那么苦哦 把最苦的部分切掉 这个难 就这样很苦哦 准备一些冰水 等一下苦瓜穿烫好 直接放这边冰镇 现在水开咯 加一点盐巴 这时候把苦瓜放下来穿烫 不要烫太久哦 水在冒泡泡的时候就可以捞起来了 要准备吃的时候把水沥干 再拌上好吃的沙拉酱就好咯 我是用这一种来拌苦瓜的 这个好像是胡麻酱 生煎胡麻酱 冰冰凉凉的苦瓜很好吃 这瓶已经吃完了 还可以再去买一瓶咯 那天晚上跟我公婆一起吃饭啊 满桌子的好菜我都忘记拍了 因为急着跟大家一起吃 就没有拍下来 都说台湾的人很热情嘛 然后我来到台湾 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面 很少接触或认识 家人以外的台湾人 所以我会从很多影片或是新闻上面 看到台湾人是怎样的热情 比如说有一些外国人来要问路啊 他们会直接带路这样子 或者是会送一些消暑的冰块 就是在路上陌生人之间这样子 也会互相送啊 就是说台湾人有多热情 然后也会帮忙再去某个目的地这样子 我之前看到的都是这种内心的热情 还有一些是什么去早餐店吃东西 老板有时候也会加送一些食物 从各个国家的人拍的影片 发现台湾人表现热情的方式 有太多种 一时半会都说不完的那种 就各种的热情嘛 但是我没有想到 我自己身上也会发生一件 蛮不可思议的热情 足不出户也能感受到台湾人的热情 怎么说呢 就是我之前有发一个影片 说想要多认识一些朋友 然后一起出去走一走 逛一逛之类的 然后看了我的影片的台湾网友 就帮我去其他的陆沛那边留言 应该是在台北的陆沛吧 我也不确定了 总之后来真的有一位陆沛就约我嘛 那我也很感谢这么热情的台湾的网友 谢谢你们哦 有被这样的热情感动荡 谢谢 谢谢 嗯 后来我就上上周 好像好像是上上周 我有跟一个陆沛朋友 一起去吃早午餐 互相认识了一下 嗯 那个 他呢 很可爱 嗯 粉丝很多哦 而且呢 我那天跟他一起吃早午餐 跟他一起聊天呢 感觉也蛮轻松 惬意的 突然间有一种相亲的感觉 呵呵呵 就是觉得 怎么会连交朋友 台湾人都会这么的帮忙 就也蛮有趣的啦 是一个蛮特别的经历 谢谢你们 上一次这个菜没吃完 一共吃了两餐 才吃的完 还有一些热情的网友 给我留言 还教我如何增加流量 真的 觉得大家好像 比我还要用心 那种感觉就像什么 你们知道吗 就像有一个老师 教我如何烤一百分 然后呢 我就没有很用心 然后老师就很着急 直接把卷子给我操 这是那种感觉 不用怀疑 这就是台湾人热情的程度 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 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好 就是心里面就是很感动 很感激 第十题 又出了数学题给我考 一乘以五 一乘以五等于五啊 加上36等于41 41加7等于 41加7等于48 没错 没错吧 我又没有算错 老师 帮我算 帮我打分吧 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 那想想呢 都常常偷了 久久拍一部影片 跟大家 跟大家分享互动 想想编辑影片的速度也比较慢 所以我本来想说多出去走走啊 现在夏天也到了 太热了 出去随便走两步路 就全身都是汗 所以能出去拍美景的影片 就会越来越少喽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喜欢 谢谢你们 也谢谢你们这样支持哦 谢谢拜拜